本节我们来看一下查找与引用函数 打开学习光盘中的素材 销售业绩表工作簿 将光标定位在B9单元格中 然后单击插入函数按钮 弹出插入函数对话框 在或选择类别文本框中选择查找与引用 在选择函数列表中 选择Vlookup函数 单击确定按钮 弹出函数参数对话框 单击 第一个文本框右侧的折叠按钮 返回到Excel工作表中 单击A9单元格 再次单击 展开按钮 返回到函数参数对话框中 在Table文本框中 输入减锁单元格区域 A2比D6 在第三个文本框中输入2 返回满足条件的单元格 在数组区域的第二列的值 在最后一个文本框中 输入 Files 表示精确查找 单击确定按钮 返回到Excel表中 即可看到在B9单元格中 返回王5 将光标定位在C9单元格中 并输入公式 中文框中 按Enter键 按Enter键 即可返回王5的销售额 用同样方法 用同样方法计算王5的名字 在D9单元格中输入公式 圣输入 中文框中输入公式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计算出网5的名次。 在打开的销售业绩表工作簿中,清除B9到D9的单元格内容。 将光标定位在B9单元格中,并输入公式。 数字刚才止単容计算是更新鲜定有售的评论。 我下次见评论和 MagicB9绩表现第一次。 这个状况就明明会是加密没移过面至调整的评论。 这个状况一直在立场下的身体。 按Enter键,返回员工姓名 并利用填充功能 填充C9到D9单元隔区域 即可计算出王武的销售额和名称 本节内容就介绍到这里